OK上一节讲完了Cookie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去讲Session 我们其实用Cookie已经实现了登录和登录验证了 有那个方式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要不然的话Session也没必要存在 我们就看一下 用上一节的方式来实验登录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会暴露UserName 就是我们上一节用Cookie其实来回传递的是UserName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大家注意UserName不光是用户名 UserName是一个用户的标识 它可能是用户名 它可能也是手机号 因为我们现在注册好多动用手机号 它有可能是邮箱 而且用户名啊 邮箱手机号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你可能在很多平台都会使用相同类 手机号或邮箱或邮箱名 比如说你在一个小网站使用了一个用户名 叫李四 然后你可能在支付宝里面 在什么QQ里面使用的用户名也是李四 所以说暴露用户名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它会将你的个人信息都暴露出来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上一节在QQ里面传递的就是用户名 但是我们登录信息所要处理的数据 可能不只是用户名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个人信息 比如用户名之外 中文名称什么手机号 性别什么爱好 以及在这个系统中的一些权限 角色的信息 总之全部都是在 你这个用户在这个系统中的一些个人信息 我们才会存在登录信息中 为了方便的获取嘛 然后也为了强务的一个传递嘛 我们这儿是写的会暴露用户名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好多信息都放在QQ里面的话 那就全暴露了 这样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另外一个就是都放在QQ里面可能也放不开 因为QQ里面的能存的数据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之前讲过只有5KB的大小 所以说太多的东西可能放不开 放不开还是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非常危险 所以说我们不能在QQ里面去放用户名 或者放那些我们比较敏感的 或者说比较浅显意见的明文的个人信息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登录肯定还是要用QQ来实现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QQ里面不能放用户名 那我们QQ里面可以放什么呢 不可以放UterName 我们可以放一个UterID 这UterID就可以是个随便了 比如说我的UterID 肯定不能是用户名或者是武器汉了之类的 我们UterID可以设一个随机数 我们可以设一个非常非常不相关的数字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Slow端 有一个东西能把这个UterID 对应上用户名就可以了 大家明白吧 就是我在QQ里面存储的是一个UterID 是一个标识 这个标识什么意思呢 谁都看不到 然后来到Slow端之后 通过UterID一解析 从一个对象 或者一个集合中去查 就能查出用户名来 当然这个地方不光能查出用户名来 你也可以把什么中文姓名放进去 你也可以把手机号放进去 你也可以把性别爱好啊 链巴的信息全部放进去 你不认为放什么 第一个Slow端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你放在那之后 别人肯定不会拿到 因为它在Slow端 它不是在客户端 第二个是Slow端的空间会很大 它没有那个5KB的限制 如果你的Slow端的存储量够大的话 你这个信息可以说是能放到很多很多 而且Slow端解决存储的问题方式也非常多 比如说内存放不开 我们也可以放在数据库里面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所以说解决方法就是这一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叫Session Session它其实是一个通称啊 登录或者说存储绘画信息的一个通称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过Cookie里面传递UserID 有的地方叫UserID 有的地方叫ConnectID 有的地方叫SID SID就是SessionID 总之 无论叫什么名字 反正都是这个意思 然后通过这个去Slow端对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里面可能有UserName 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个人信息 这就是一个Session的解决方案 它的名字就是Session 就是用户端存储用户信息 然后和Cookie里面的一个UserID 去对应 这样的话实现绘画 以及实现登录信息存储 这就是那个登录的解决方案 叫Session 我们能够读看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浏览器A浏览器B 这可以模拟不同的电脑 和不同的用户 浏览器A访问abc.com 浏览器B也访问abc.com 它们同样带的UserID 这个是XXX 这个带的是YYY 然后它们同到Slow中来 Slow中有一块Session 这个Session里面呢 它是存储了UserID等于什么 比如说XXS 用户名是什么 YYY用户名是什么 以及什么ZZZ用户名是什么 AA用户名是什么 都放在这里面来存储 所以说我们浏览器中 这个Cookie里面 只需要放一个 毫没有意义的一个UserID 就可以了 即便用户被截获 它也不知道UserID是什么意思 然后到我们的Slow中呢 首先我们的Slow中 肯定是足够安全的 因为它不会来回传输嘛 只是在Slow中 它肯定是足够安全的 只要我们的接口 能充分的保证 做好限制 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 然后Slow中的空间 也是很大的 里面可以存储很多的信息 不像这个Cookie里面 只能存储开门的信息 这样就非常有限 好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 到底怎么去弄 这儿还是我们上一节 做完Cookie之后的一个代码和例子都有 所以说我们就就着上一节的内容 开始演示 那别的 我们不做任何设置 首先在这个APP.js里面 我们加一个 全局的一个变量 比如说叫 Session数据 写个大写吧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全局的 所以全局就是对整个APP的 让我输入成一个对象 先在这儿 然后在这个解析Cookie 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写一个 解析Session 解析Session呢 我们可以这样 去判断 这个里面 有没有这个 request.cookie 我们当然还得先去判断一下 if request.cookie.userid 是不是等于空 如果它没有的话 怎么办 如果它有的话怎么办 如果它有的话 可以这样写 减少代码量 就是如果 如果userid有的话 那这个变量 我们可以用大写 这个比较符合规范写 这个Cookie里面 我们可以用小写 如果userid有的话 然后我们就 再判断 Session data里面 这个userid 它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request.session 复制成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首先得出手画 把它复制成一个空对象 然后再将request.session 复制成这个 好 写到这儿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两个 转移化写成了 我们先开这个逻辑吧 就是我们先尝试去 cookie里面去获取usard 如果usard有的话 它还有这种情况 第一种是 现在这个session data中 已经有这个userid的这个信息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复制到 这个request.session里面来 如果这个session data里面 没有这个userid 这个块的话 我们先给它出手画一个空对象 然后再复制过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这么一个简化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session data的时候 我们去复制成一个空对象 然后 直接这儿就是 考一下 不管 三千二十一 到这儿直接复制成就行了 户柜中如果有usard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session data里面是不是有 没有的话 就给它出手画一个空对象 然后后面就直接把这个session data取出来 通过这个usard取出来 复制给这个request.session 好 这样的话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没有 没有 我们就给它什么 给它复制个值呗 比如说我们就复制成当前时间戳 因为usard是一个随机的 我们在后面讲到幻象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加密的算法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我们就需要保证它不重复就行了 不行 我们再加一个message render 这个 然后 它的自乎串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写 比如说下转下过线 好 我们把这儿删掉 这样的话 usard就是一个什么 data.now就是一个时间戳 单线时间戳 然后加一个随机数 这样的话肯定不会重复了 好 然后我们再给它 复一个空对象 再给它复制回来 同理 这块写成了 我们也要直接去把它放在这儿来就行了 好 我们据一下这个逻辑 如果cookie中的usard 这是取cookie中的usard 如果有usard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session中有没有对应的值 没有的话就给它处置换一下 如果没有usard的话 我们把这个usard给它设成一个随机数 加一个时间戳 这样的话保证每次不会重复 然后给它 付一个值 然后把request session 复制成这个整个session data 这个session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session获取 就是从cookie中获取usard 并且对应到这个session上 这部已经翻了 然后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如果cookie中没有usard的话 我们得把这个cookie的写上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还得加一个判断 need session cookie 分成false 就是我们默认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需要设置session 如果有usard的话 那肯定不需要设置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需要设置 好 这儿判断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最后的返回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 response end 无论是返回blog的resource 还是返回这个usard的resource 我们都加这么一个逻辑 就是f 需要设置session cookie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把它直接拷过来了 拷过来之后 我们设置的这个username就不能叫username了 就叫usard usard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叫userid 这样就行了 包括 把这个 给它拷过来 好 就是如果需要设置cookie的话 我们就在这两个返回之前呢 我们把这个cookie给它设上 对应的是什么情况呢 对应的是这个 cookie中没有一个id的情况下 一个id不是生成了吗 对吧 生成完之后我们肯定得写在cookie上 要不然的话 你光生成了没有用啊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app.js保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用啊 其实我们这一步做完之后啊 后面怎么用就很简单了 比如说 之前在这个login这个里面 我们当时登录成功之后 是怎么办呢 直接去 再来往设置cookie的 那我们就没必要设置cookie了 我们直接设置session就行了 request.session 这个值取出来之后 其实就是我们 在这设置的值 在这设置的值是从这个整体的 这个data中取出来的 那data中取出来肯定是个对象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 request.session.username 复制成 因为我们这儿取的是 设置cookie的 然后request.session.real name 复制成 这么写 real name 复制成 data.real name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加个注释 这是session 然后这个real name 是不是获取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login这个方法 应该是在这个controller里面 你看我们select 用的name和real name 我们就获取了 但是real name 这个是个小写 所以我们改成小写 好 这就是登录的情况 就是设置session 然后这个登录验证的情况呢 我们在这儿 就不要再去判断这个东西了 我们只需要判断request.session 就可以了 就不用判断这个request.session OK 保存 保存我们可以 看看空中才没有包错 我们可以再重新登录刷新一下 在执行之前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让人看看效果 我们在登录的时候打印嘛 就是登录的时候 设置完这个session之后 我们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request.session is 好 然后 我们在这个login text的时候 我们不返回用户名了 我们直接去返回session 直接把这个request.session返回来 这样的话就看得比较清晰了 保存 控制台 清空一下 然后到浏览器中 重新登录 用的内部等于 当三 按的 password等于123 报错了 移动就看得比较清晰了 按照 就看得比较清晰了 在那里 適当